麦子源的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从这次课来讲开始的话 我们主要是学习一下UFT当中的什么 检查点 那么检查点在UFT当中有好多种 第一种是标准检查点 位图检查点 表格文本 还有什么数据库 一些可用性检查点 那么我这里面总是给大家讲一些 最常用的几种 一种是什么 标准检查点 还有就是我们什么 文本检查点 标准检查点 文本检查点 以及这个文本输出值 这样的一些检查点 那么这里呢 我们是以一个这个页部系统 给大家举例子 那首先呢 我们把页部系统系统 这个页部系统 大家呢 也可以自己在网上下载一下 或者跟我要一些原代码 也是可以的 然后把他们该的服务启动 我们再接下来把这个UFT启动一下 选择这个web模式的 因为现在是BS这个的 我们所以选择web模式的 然后呢 我们录制一下这个脚本 新建一个 我们点录制 地址呢 我已经写进来了 点一下OK 出现登录界面 输入我们的密码 六个一三四五六 登录 好登录成功 接下来呢 我们到这个图书类别 这个界面 输入一个图书类别 软件测试 加入测试 点添加 操作成功 搞定 退出 可以关闭我们的浏览器了 整个页过程就录制完成了 代码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代码就是这样的 那么保存一下 那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检查点 标准检查点 那么呢 我们在这个 学这个标准检查点的时候的话 我们先这么做 我们先把这个活动目录打开 我们先把活动目录打开 这界面的右边这一块呢 我们就把它取消掉 最小化 然后呢 把这个和数据 我们看看把它并排放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种模式 你可以拖动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标准检查点 意思是检查某一个页面当中 或者是某一个字段当中 某一个页面里面的某一个什么 组件里面的某一个什么 变量的级 那假如说是这里面 大家看一下 我要检查这个用户名 是不是等命 这时候我怎么做呢 大家看 就是说我检查这个对象的属性 那么可以添加一个 标准检查点 大家看 点右键 点右键 插入标准检查点 看到没有 插入标准检查点 好 web element lab 点确定 那这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是 那应该是选错了 应该我们点这个地方 点admin这个地方 插入标准检查点 web element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你看它的什么 属于一个web edit的对象 然后呢 有对应的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属性 它的value是等于admin 对吧 它的value 它的值是等于admin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我检查 当我程序启动以后 我要检查它默认的用户名 是不是等于admin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oA系统在启动的时候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录制的时候 我并没有说用户名 那么也就是系统有可能有一种设置 就是默认把它都是admin的路 那么我在测试的过程中 我可以先检查 它默认的是不是等于admin 是 那么通过不是 我可能就报告一个事件 说它不是等于admin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搜标准的检查点 好 OK 我就检查它是不是等于admin 对吧 然后大家看一下 其他点我可以把它取消掉 其他的属性我不检查 也可以对不对 当然也可以检查 所谓的 好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检查点超时0秒 什么意思呢 0秒其实就是系统本身 它有一个20秒的时间设置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象是为了比较晚 或者是检查的检查 识别比较慢的话呢 那有可能会超时 超时就会导致 这个检查点失效 失败 那么这边0的话呢 意思就是没啥 遵守我们系统默认的 比方说在这个UFD上 默认一个20秒的时间设定 好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插路雨季的位置这个地方 你这些个地方不要去管它 插路雨季的位置是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检查点 是在当前雨季的前还是后 那这里面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 当你用后做了一个操作 如果你把检查点放在后面 想检查某一个数据值是不是对的 或者想检查某一个数据值是不是对的 你可以放在后面 那像我们这个地方呢 其实前还是后 其实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这是系统默认的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讲的是 我们就是在当前步骤之前 也就是说 在设置 在设置密码之前 我检查一下UFD 是不是对的 那这个检查点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set security我把它改掉 改成set 但是明文显示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检查点通过了 我们可以往下指 如果没通过了 我是不是报告错 那这里面讲到说 默认情况下 我们就是以它的检查点的方法 设置成这个样子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加一个断点吧 那么后面我们不需要执行 我们只需要执行刚才这个地方 看一下检查点是不是通过的 对吧 好 执行到第三步了 停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结果 在这里面有个check 看到没有 大家看一下 检查点nam check是通过的 那假如说是这样的 我默认的话我把它检查点我自己认为的假如说期望结果给它改掉 改成期望的不设的面 是其他的 那这是怎么做呢 在UFT当中添加的检查点的话 它是会放到资源里面的对销户里面去管理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标准检查点就在这nam 假如说我的期望结果它不是nam 假如说是空置 这就是我默认情况下 我让它是为空的 也就是我系统程序员设定的时候是 默认当我启动这个用程序界面的时候 它的用户面和密码都是空的 不要你默认输入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好 搞定 接下来 我们来回放一下 再看 再回放一下 这个是它应该会告诉你这个检查的知识是什么 失败的 把它打开一下 再开 你看 checkpoint 那失败了 你看 看到没有 它的外力实际上是什么 失败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这个检查点失败了 那假如说我想通过逻辑来判断 这个检查点失败了 以后我程序应该怎么怎么样 那这次怎么办呢 这地方需要大家注意一点 我们如果编程的方法来写的话 就这么做了 大家看一下 加一幅语句 一幅后面跟什么呢 把这个地方就要注意到 check 把这个地方空格删掉 如果说检查点是通过messagebox 我谈这个对话 通过 否则 s messagebox 失败 大家看一下 我通过这种编程的方法 通过逻辑判断 物儿类型的判断 能不能控制我们整个胶本运行 我们的运行先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失败 为什么失败呢 因为你希望的是空嘛 但实际上是 对不对 OK 这个是通过编程的方法来实现的 大家注意 通过编程的方法来实现 那么这个是通过标准的检查点的方法来实现的 其实我们在上一次这个当中 还讲到了 什么 getto或者是ro的方法 那假如说我们 getro的方法 我不用检查点 我们看怎么做 那么我把这段话就注释掉 那么把这段话删掉吧 假如说我不要它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编程的方法来实现 那么我把资源这个里面的检查点 标准检查点 我要把它什么 删除掉 我不要了 放在里面它就会执行 那我不要它 我先通过编程的方法来做 好 接下来怎么做 那么我这里定一个 定一个这个 user name 好 那么user name等于什么样 user name等于什么 但于我们这个对象的什么属性值 我不知道对不对 那这次没关系 我们用spy看一下 什么属性值我们spy看一下 或者是在对象互当中看一下 对象互当中应该有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登录 nail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 看它的哪个属性值 叫value 对不对 value OK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这么写 patch 后面跟什么 ol登录 点web edit 哪个啊 name 对的 点get什么呀 ro property 哪个属性 value 好 接下来开始看的 衣服怎么样 大家看啊 假如说user name 呃 于谁 admin 对的 等于admin 那就什么 默认什么呀 答应个句话 OK 否则呢 答应句话 fail 也就是说检查到默认是 的等于admin 是的话那就说明什么 跟我们设计需求是相同的 不是就算了 就失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之前一下看看 那我们之前运行 看一下什么效果 那大家看一下是OK的吧 确实是等于admin 对不对 通过这样的get algorithm 这个直接编程来控制我们的交易运行 所以说这个标准检查点 其实我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说 利用UFT自己本身的这种什么点右键插入标准检查点的方法 判断我们这个试制跟预期结果是一样的 第二种呢是通过什么 这个逻辑判断 然后把check point作为一个什么逻辑输出来判断控制业务流程 第三种我直接就是不考虑用检查点 我直接就是要get our property 也就是利用一些编程的方法实现 这个属性的交易 或者是对应值的什么样 获取 那么呢在我们UFT当中呢 我们可以有三种方法 来对某一个对象的属性值进行判断 可以有标准检查点 也可以使用什么样 编程的方法实现 OK 这次课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 在UFT当中 利用标准检查点 来检查什么样 某一个对象的属性值 从而来判断我们这个脚本的执行过程 或者是控制它的业务逻 这个业务逻辑 那么下一次课呢 给大家主要是讲一下我们这个页面检查点 page 页面检查点 那咱们这次课就先到这边 咱们下一次